当地居民群情激愤 因为这段长约20公尺左右的道路如果被封闭 将会让他们的车辆进出变得非常不方便 这是因为传出中山区复兴路212巷五弄巷口这里 因为房屋建案必须依法施坐人行道 才能取得使用执照 但是施坐人行道就必须把旁边周遭上千户居民 使用30年左右长约20公尺的道路封闭 坐人行道阻断两条平行道路连通循环 将造成当地上千户住户交通堵塞进出不便 这个问题也让当地居民炸锅 包括基隆市议员宋伟立和张炳君 以及当地德河里长曾圣伟都反对这样做 蛮头痛的 就是整个路要把它封起来 因为那属于私人的土地 但问题是我们的法令不是有规定 只要我们继承向到经过25年 不管你私人或公家的 就是要让民众通行 那为什么100 我刚刚有看到那个 他公务处那边有说105年 105年他上面有写的意思就是说 要把这条路封起来 但我觉得这样很不合理啊 那我们也要求市政府有两个前提来去作为主则 第一个就是我们五弄是绝对不能作为人情步道 不能去影响到我们的通行空间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在合法的情况下 尽速让我们这个建案赶快拿到实用执照 让我们统一新城的发展可以变得更好 那未来的话我跟宋伟立宋议员 我们也会来共同来去办协调会 并召集我们市政府的各部门 大家来共商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来让我们统一新城 让我们得合以这边发展也变得更好 全部都是表达反对这边做人行道封路的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对我们的交通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希望市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来帮我们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也特地邀集主管单位 基隆市政府督发处和公务处人员前来会刊 寻求解决的办法 不过依法要解决难度非常高 会把居民的意见带回市政府讨论 规定里面可能要配合一些监管的法令 去施作无真理的人行道 这个部分因为民众是希望说 能够维持现况是作为道路使用 这个相关的部分我们就会带回去 再做一个研议 不过在法令的规定上 我想我们大概也不能去做逾越 大概是先做这样的说明 因为目前我们这块地在民国65年 它就是住宅区 那目前在认定方面 它不是既有相道也不是原有相道 所以目前是没有公用地义关系 因此回到住宅区的规定 邻居建筑线的部分 必须要做三米六十四的无真理人行道 那后续如果说这块道路 它可以认定成公用地义关系 那当然就不需要依照住宅区的规定 退到三米六十四 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还是要回到建筑住宅区的规定去设置 包括其他市议员参选人以及里长参选人 也都前来了解或是声援居民 最后在市议员张炳君和宋伟丽协调下 将在约定时间和市政府相关单位 进行第二次的延商 寻求解套的办法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